为人父母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孩子对于父母来说 到底是恩赐 还是牺牲 岭的病情终于痊愈 我带着岭来到超市购买食材 可岭却一脸自责 因为为了照顾她 红树的母亲也病倒了 我安慰岭 这并非她的过错 于是 岭想买些礼物去看望红树的母亲 可当我们找到红树时 她却发出了痛苦的声音声 还好只是牙掉了 我们到了红树家门口 可担心打扰了生病之缘 我将礼物送给红树后 便准备带着岭先离开 可惜红树不给我离开的机会 这让我与她再次相遇 虽然红树的母亲因为照顾岭而生病了 但她却关心地问起 岭是否痊愈 岭被红树喊走去楼顶扔牙 而我借此表达了我的歉意 可红树的母亲却并未在意这些小事 于是我决定暂代她送红树上下雪 在离开时 得知袋子中装油岭送给她的礼物 红树的母亲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难得的周日 我本想在家躺平 可下周 岭要参加跳绳比赛 于是我带着岭来到公园练习 在这里 我再次遇到了红树母子俩 为了让孩子们快速掌握技巧 我亲自下场 教了红树如何掌握跳绳的节奏 想要得到提高的岭 也希望得到少许经验 就在我教岭如何控制身体时 带娃的爸爸团也来了 肥爸的孩子跳的是最好的 因为家中有个哥哥可以教他这些 可帅爸的女儿却略显害羞 因为爱美的女生门牙掉了 红树的母亲上前询问 是否有购买牙盒 我这才得知 还要准备装脱落乳牙用的纪念盒 我太大意了 竟然忘了这种事 自从有了岭 让我的生活有些手忙脚乱 但也让我感受到了浓烈的爱意 岭得到了牙盒 而这个牙盒是红树母亲所送 岭很高兴能得到这份特殊的礼物 晚上上乘时 我发现自己足足胖了十斤肉 于是 我决定跟孩子们一起跳上 我换脚跳的技能 获得了众人的青睐 红树也想跟我取取经 于是我的后面就多了许多小跟班 可毕竟是三十多岁的人了 体力上完全无法跟孩子们比拼 仅仅是跑了一回 就让我再起步吗 虽然如此 我也觉得大人有大人的优点 就好比我并非岭的亲生父亲 曾经的我 把全部时间用在自己身上 可自从有了岭 这一切就变了 舍弃自己的时间 只为能够让岭快乐地成长 可我的话却遭到了否定 此时的我或许不懂 但在不久的将来 我将明白一切 经过我的培训 跳绳比赛中 岭跳了203下 而且还拿到了年纪第一名 岭的付出得到了回报 而我的付出 也让我的体重轻了不少 在不知不觉中 岭的身高也在默默地变高 我带着岭再次来到母亲家 此时的岭 已让母亲完全接受 母亲听说岭到了换牙的年龄 担心的整张脸都成了表情包 一家人难得聚到一起吃晚饭 可岭偏偏选择吃冻豆腐 结果牙就这样掉了下来 抜けた 虽然我将岭照顾得很可爱 可即将结婚的妹妹 却对结婚生子充满恐惧 她还想唱歌蹦迪做四爬 并不想这么早就被叫成父女 因为她并没有做好 为孩子牺牲的觉悟 而此时的我 早已不认为这是牺牲了 因为陪伴孩子成长的每一刻 都是宝贵的时间 又到了外公的忌日 岭跟外公诉说着自己的成长 而我也是在那个 种满蒙挡花的日子 遇到了改变我一生的岭 我陪伴着岭成长 见证着她步入小学 我们的故事并未结束 岭就仿佛黑暗中的一道光 带着我感受到世界上 形形色色的人 即便未来的路充满荆棘 但只要能看到岭的笑容 我的一生便不枉此行